值得深度走访的还有西安 古城长安 那么先后有13个朝代 在这里建都 这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 朝代最多 而历史也最悠久的都城 那么更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走进西安就会发现 这座城市处处都是古迹遗址 光是登记在侧的文物点 就有3246处 那么登陆为世界遗产的 更有两处六个点 那么他也曾经碰上这个老问题 如何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同时 又能够兼顾移植保护呢 对于已经经验非常丰富的西安来说 政策依然不断在微调当中 西安 世界四大古城之一 3000多年文明史 有13个王朝选择在此建都 每块土地都是历史 西安市主城旗有400多平方公里 其中200多平方公里 都是遗址区 而这个面积啊非常大 等级也很高 作为西部发展重镇 与中华文化及世界文明交融中心 西安的城市发展 与文物保护间的拉锯特别明显 也让你很难想象 要建设这座千年古城 必须耗费多少人力物力 与时间金钱 在西安修建轨道交通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文物 要考虑对文物保护 才能把这个县往怎么考虑落地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8号县 就得避开咱们的汉长城移址 咱们的这个11号县 就得避开这个二皇宫移址 以西安地标中楼为例 在西安古城中央屹立600多年 地上有东西南北四条主干线交汇 地下则有西安最繁忙的 地铁二号县船员 交通建设与文物保护 如何相伴相生 是西安城市发展最棘手的课题 拿二号县来说 我们从永林门的两个城门洞 下面下船 从钟楼的两侧进行绕船 那么从北门也是绕船 两个城门洞下去 采取这个加大埋伸 然后再结合咱们的检证措施 地下15公尺才进行开刮 在服役特殊检证材质铁轨 将地铁震动影响减到最小 每年再进行钟楼体检 都是为了确保骨鸡能够屹立不摇 现在我们就是用地质雷达 这种无损探测的方法 来对钟楼的台积 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简单的说 也就跟我们医学里面 做CT一样的 包括这种震动 震动主要是看它这个 目前周边交通的流量 还有我们叠加我们地铁运营 这种震动的影响 到底现在有没有变化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丹凤门遗址博物馆 在唐代的时候 这个丹凤门 是专供皇帝来进出皇宫的 一个主要通的 并且在1300年前 这个大明宫 是唐代政治繁荣 作为昌盛的时期 2010年 西安城北唐朝大明宫 被开发成为 国家遗址公园 对外开放 这座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皇家宫殿 在2007年以前 曾是西安最大棚户区 当地政府结合了 棚户区改造项目 将大明宫遗址的 10万居民 搬迁出遗址区 当年浩大的工程 如今有了鲜明的成果 环境也好了 环境也好了 绿化也好了 现在环境什么 也干净了 比过去真的好了 千倍万倍 如果说大明宫遗址 公园是文物保护 与城市发展的成功典范 但位于西安市 北较的汉长安城 魏央宫遗址 所付出的代价 似乎就太过沉重 因为汉长安城 重要的历史地位 遗址区内 至今没有任何工业规划 城市道路也绕道而行 当地就流传了 这么一句话 汉长安城遗址内外 两重天 收入相差过万元 是现实 也是当地居民的无奈 如今 魏安宫区域外 还有30多平方公里 遗址没有开发 而这个区域 仍居住着近10万村民 如何在保护遗址同时 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 依旧是西安这座古城 有待处理的难题 也十分突出 也十分突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